记者红美秀新竹报道,新竹市有不少眷村杰出子弟,像优人神谷创办人刘若玉,作家圆穷穷,新竹市眷村博物馆即日起推出眷村荣誉艺术之美特展,邀请八名优秀眷村艺术家,透过作品的展示,邀请民众来体验竹笠巴的艺术之美。 此次特展有看见眷村之美,新竹眷村荣誉风云榜,眷恋百宝和及我是小小艺术家四个展区,也规划眷村艺术学堂,倾此创作DIY,但才事先报名邀请民众来体验眷村的艺术文化。 包括刘屈徐,何日新,张玄瑶,颜鹤亭等眷村艺术家今天出席特展活动,颜鹤亭还现场现场《婚姻周梦》和日新进行人物剪影,张玄瑶在指风筝上已油画彩绘眷眷村常见的九重歌,刘屈徐老师辉豪创作彩幕作品,复国延年,搭配新竹青年国乐团古争乐手张玄,柳琴乐手郑荣, 新二位眷村子弟的演奏,谱出眷村艺术的美好乐章。 文化局表示,此次特展邀请的八名眷村艺术家有袁琼琼,刘若玉,珍树春,刘屈徐,颜鹤亭,何日新,李亦伦,张玄瑶,种类含阔文学,剧场,陶艺,水墨,多媒材装置艺术,歌唱,美术教育,版画等多元领域。 知名作家袁琼琼,以眷村背景为主的长篇小说《新生园》以及记录眷村回忆的短篇散文作品《苍苍被忘录》皆以 眷村生活的喜怒哀乐为主题《幽人神谷》创办人流若宇出生新竹贸易二春,父亲是军中抗乐观,从小就上台表演,拥有天神表演细胞, 从共同创办蓝陵剧坊赴纽约大学进修戏剧,到创立《幽人神谷》展现眷村子弟的艺术气息。 另外,陶一家珍树村将军,书画艺术家刘屈徐,多媒财装制艺术家何日新,群星会红星,颜贺亭,及眷村第三代的生活艺术家李毅伦,及新锐画家张轩瑶,也带来不同的眷村艺术文化。 此刻整整齐到明年三月底。